Dank ui クソ 他是一個很親切 很平等 個性很溫和的 flooding 不是人 正面他部門的人 我們現在看到 這都是 老外風電影 老 ultimo 你看他好像扒馬 在他飲品 starts 小時候 孝賀長 家庭的餐廳和旧廚都賣掉 到那裡不用賣到準備去日本 去日本賺錢後 也要送養 送報紙 待會再去好好賺錢 他沒有人生最多的目標 我原始長度 減一筆也不行 減一筆也不行 每一個環境都要體連過 都要調過 沒有一個習慣 經歷了 他一生就是配台灣做很多事情 1903年 藍水龍在台南的藝人紅蟲蟲出事 紅蟲蟲都是山蟬 日頭照下去 整片山地是更闊闊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都是藍水龍新鮮 他們有家的頭髮 我們看到你看看 像爬一樣 因為這以前都是山蟲蟲 要種農作物很困難 如果有些藍籍 藥味 這類的沒辦法種植了 因為這不會沾水 藍水龍的北部在他世漢的時候過身 藍水龍對三季做回生活 十三歲的時候 三季嫁人 就像他一個人過一季 一九五年 他主演的工學校畢業後 進去台南到完養性授進修 一九一半年 藍水龍回去母校做老師 一九一季空年的時候 東蘇高雷去日本進修學美術 到一九一季年 藍水龍科學 東蘭美術學校生他們為科 因為整個月收入的來源就是科 每一季種植的寒子 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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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他們的家庭生法 所以在他要去日本進修的時候 最好將家庭和古屋都賣掉 到那裡不用賣到準備去日本 去日本進修後 也要在家庭生法做了 待會再去學校讀書 藍水龍的老師 講電三龍祖 好電營祖 和東蘇高雷 對這個水田賓庫 操作優秀的學生是很重的 經常思緩和到三天 東蘇高雷對藍水龍的味道方家 影響最大 塞土人人方家相同 都充滿生活精革和節態色彩 一九一九年 藍水龍得到朋友贊助 去法國留學 奧索廟和遊威 一九三一年 她的作品集選芭蕾的秋季三龍 這也是台灣外加的名聲 第一次逃去開花 不過因為在地上冠廟 租費都開了 藍水龍的留學生活 又不只中就這樣收拾 她回去到日本找頭路 在歐斯卡的氣氛公司 SMOKA做工庫設計的工作 請外加做設計 這在日本的工庫街是頭一個 她做過的工庫 當初那時候她做的工庫 大家都很欣賞 都覺得很好笑 都在期待 我們這禮拜還有什麼工庫可以出來 還有一個 她在這裡想一寶 她說我想一寶 她就圍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孩 她說她想一寶 她又覺得最漂亮的女孩 就是生了漂亮 她又吹起白的 那是最漂亮的 孤島在海外打招 藍水龍就想要安定下來 她就四孔年 她把氣氛公司的頭路死掉 回去到台南定屋 推動新外工業 她在學家北門地區 跟人邊檢討 蘇東時台灣工業的品 雖然使用 不過大部分 都欠一塊味道 藍水龍未設計度 把手機變成四角形 方家真是怕外銷去日本 後來藍水龍發現 貴子又比較好證 淨水龍四年就能處理 她就去加工學和加工技術 要解決貴子 讓湯匙的問題 就要淨水 蓋住表面的垃圾 再用水煮蓋住等分 藍水龍而半年 蓋住貴子 更為設計度 讓生產的速度變得更快 那時候在館廟 有30%的人都在做工業 二三檔有1票11萬 在台北區 那個台北民館小樓的台北區 兩邊旁 有很多人都在館廟 很多人都在館廟 每天都在館廟 每天都在館廟 我都在館廟 他會感受到那裡 所以他有辦法去圍 這麼正面的設計圖 一輩子的小孩 你可以坐在這裡 放在這裡坐 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甚至古早時 有些女兒子 穿在膝蓋 還可以在這裡 還可以不用保尿布 並且他就是變成大人在坐 這樣就一舉兩得 在做工業的品 改善農民的生活 不過一個月家 去做生活用品 給別人提出 鑑水龍感慨說 點點圖的時候 一個人做工業的教育 是在這裡高大 他就四十年 40歲的鑑水龍結婚了 幸好的婚姻 改變他的圖道風格 他說自己以前的圖道 的食水暗淡 結婚後變明朗 一百蘭蘇所記 用納色、納色、納色 做主要的食水 那這件作品呢 我們看到它很 很大色塊的 那個夕陽西下 夕陽下那個映照 強光跟這個明暗之間 有它非常特色的地方 一個重點頭禮禮 看起來很無奈 這是一百保護蘭蘇 反對五點的作品 是一個圖家用它的筆 表達沒有什麼空氣 城中大阪的路開做小路 顏色清新溫度 土天的清炒 頭炒想的豬尾 魚到破爛都很驚訝 他在日本學習跟鋼田山郎柱 還有騰刀五二有很大的關係 這些在法國留學的老師 帶回來的那種裝飾性的畫法 也就是說構圖完成了之後呢 簡潔的構圖上面 有很多細節的描繪 蘭水龍對原住民的感情加侵 表現在很多作品上面 不然有的 馬仔去拍攝也是它的經典創作 這次在台北伊山 減彈公訓人的拍攝 對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 一次說笑頭 是說笑館 一國來最大型的公共造景 他鄭家鄭就出現了圓仔 水牛 用水牛來蠟蠟 甚至來刮刷子 尤其是過去 農民的生活很困苦的時候 刮刷子不是用機器採收 是用人工刮刷的料 用燒湯過熟 燒了之後 用牛車 再來刮刀 刮刷子 馬仔去拍攝是總體演說 看起來跟建長本一起做會 有對班 蘭水龍只要泰柳一種 會看到更大的大型微博 他每天都會刮刷 照那個 那個 那個遭雄 那個三條的遭雄 照那個色彩的變化 做出來之後 你放大後 在土壇 開始建 開始擺 變好 變料 你去現場 然後照那個 雞 上台北的是台中太陽東拼店 一百一頭火馬仔客 集出來的拼位 是頂點之報 1960年開幕時 刷音機經總管主 共測店家用房子風頂 25年 那時候 母特東叫做東方風太陽 東方風太陽 林民的隊在走 你這個有共産屬性 要共調 這邊要共調 結果 共調的科學 他們從來沒有 要不要把它封起來 一封一封 25年 那時候 李定輝的時代 我現在沒問題了 要拆掉了 鑽水龍 又拿平凡武器的媒體 旁邊 搭造新的生命力 用一頭做主要的概念 為飄桃 包裝 肉 到店民營設 都一定 可以說是開店台灣 平白形象的 頭一人 第一代的油畫家 他為我們開一天 辟地 他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是我覺得還是要強調 他的構圖 跟設計的概念 美蘇法國上下台島的 台北市燈化南路 林營台島 整個這裡 也是月食咖 藍水龍 他月食天分 哪是月度降下 還有什麼設計 1967年 他跟當時的 台北市長 又獄手 拿出建築儀款 跟林營台島的構想 看到一百米 人愛路三段 到達要是台北市 上課車路 藍水龍 住心過度 要鄉民的心 就親手一顆 溫暖的一條 他說他自己 水仙有火了 不過他對 台灣美術的熱愛 不會改變 總是希望一條 讓我們的熱力和溫室 可以好好運用 來表達感覺 藍水龍 用美術創造文化經濟 逢好做台灣工藝幾乎 對台灣現代工藝發展 影響千萬